严谨大声喝斥 左手还拿着一把尖锐冰枣 分割岛上 两人也赶紧把武器放下 场面险些失控 就怕蓝依然上车 下一个动作又出状况 好不容易劝下车了 又有人煽风点火 做事而已 对 稍微激烈一下 这没了 场面差点hold不住 警方只好强制驾离 原来是双方有债务纠纷 此战日当天中午 两边在塔优路 跟民生路口狭路相逢 骑士蓝车结果被撞 黄金骑士呛瞎快还钱 附近驾驶竟然亮出 折叠刀跟冰枣 做事伤人 先要两名园警恰巧经过 及时夺刀 驾离双方 为了钱 双方差点血剑接头 先要两名年轻园警 第一时间介入化解冲突 没有人因此挂采受伤 借杨立强台北报道 下�方差点血剑接头